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12月1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之前有一哥们在我们这边住了有两三个月 哥们有一个特点,烟不离手,酒不离口,去KTV得点一对小姐 当然这边不用点小姐,有菲律宾小妹有时候在舞池里跳着跳着 你过去后边扭两下就跟你出来了 然后呢,你想啊,在菲律宾这地儿吧,酒咱就不说了,有些时候呢,进酒 这烟呢,可基本上就是说公共场合啊,酒店啊,餐厅啊,在顶的地方吧 一般都进,所以这哥们就挺痛苦的,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抽烟的事啊,经常被人叫停 要不然呢,就在酒店呢,被罚了好几次啊 每次回酒店的时候,酒店的人啊,都叹着鼻子闻 这哥们是不是又抽烟了,对吧,什么的 然后呢,每次罚2000,2500,所以他对这事儿啊,特别的这个忌恨啊 忌恨就不让人,菲律宾这边不让人抽烟 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内你想啊,就想怎么抽,基本上你就怎么抽,对吧 没人管你,所以他对这事耿耿于怀 结果有一天呢,我们不知道干嘛去啊 当时四五个人吧,坐秃秃车 然后一上车呢,这哥们呢乐了啊,这个,这开心的啊 真的是得掐着大腿都停不下来,那笑那种 为什么呢,这秃车车的这个挡风玻璃上 就刻着那边挡风玻璃上,贴了一个禁止吸烟的标志 啊,然后他就,他就,他就开心 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呀,你看,今天标志你开心 你应该不开心,对吧,因为你抽烟 他说不是 他说为什么呢,我告诉你 你看这标志了吗,只有英文跟这个菲律宾语 说明什么呀,说明啊,这个菲律宾人啊 和这个,呃,外国人啊 其实在公共场合,或者在这个 至少是在这秃秃车上 他都是抽烟的,要不然他为什么贴 这个禁止标志啊,所以呢 咱们其实可以在这秃秃车上抽的 为什么呀,他没拿中文贴啊 咱们可以抽到他拿中文贴 禁止吸烟为止啊 因为为什么呢,法不禁止 你就,你就万事可为啊,对吧 啊,你可以做这个事 哇擦,听完以后我们都惊呆了 知道,知道吧 这你要真掏出眼来抽 这这图车司机飞风了 这什么有禁止标志 为什么你还抽啊 你告诉他,因为你没贴中文 哇擦,你不是可劲的丢咱们自己的脸吗 看这逻辑吧,真的是很强大 除了这之外呢 还见过一个,啊 就是逻辑挺强大的,什么呢 一次餐厅吃饭 旁边有一桌啊,也是中国人 其中有一个老头啊 那老头的有快八十了 他那桌比我们吃完的早啊 结账,结账呢 那服务员呢,就问这老先生 就问这老头说 你有那个senior ID吗 就是老年ID吗 老先生说 有,就把这个 看掏出一张卡来 后来我才知道那张卡是什么呀 老年,就是国内的那个敬老卡 那你说人家菲律宾人这边能认你这敬老卡吗 你哪怕掏出一护照来 对吧,也成啊 掏一敬老卡 人家当然就不认了 服务员差点没 没蒙过去,你知道 然后呢,后来 因为你没有这个证明那个 就是senior ID啊 就没法给你办这打折 因为他们那边这个 你吃饭啊 想要这老年卡打折 必须要登记 为什么登记呢 登完记以后啊 他要用你哪个卡号啊 信息啊什么的 那你这签字东西要做账 到那个税务局那 把这个,你这部分该收的税啊 抵扣掉了 所以你没有这个卡 人家没法给你打折 但这老先生就不干了啊 既然你已经问了老年人 有这打折的这个事情 对吧 那我确实是个老年人 你为什么不够打折呢 就因为我偷出卡的吗 我是个外国人吗 对吧 你其实外国人吗 对吧 然后他就不断的指自己的 花白的头发啊 直满脸的褶子 他就告诉你 你看我这碎子啊 怎么就不能是个外国人 怎么就不能是个这个老年人呢 对吧 我是个外国的老年人 为什么就不能呢 当时一度我场面很尴尬啊 当时我觉得也很丢人 对吧 然后呢 后来他们那一不招人吧 就把他先请出去了 才结了这个账 然后后来听他们 跟他比较熟的 就是同行的人说 说这老先生在国内也是这样 你要说有便宜 没给他便宜了 他就给你装傻冲动耍赖啊 反正把这便宜占到手 就可以了 占不到手 一直跟你耍赖 让你事干不下去 我操 我说这 我这逻辑也挺强大的 对吧 是这政策是有 但是你得拿出 拿出你的证件来 你没证件 人家怎么给解决啊 对吧 我还是一句话 你没有菲律宾的老年卡 你拿出护照来问问人家 行啊 你不能光是靠耍赖 解决这个事 对吧 这也是很牛逼的一个事 就像我还怕你很多 特别就是习以为常的 就是 比如说在大街上 你说菲律宾试着啊 有些人就光榜了 你要是 或者是随意大小便 你提示他 你先说他不合适啊 不合适 他就跟你说 我看见南争长 那菲律宾人也光榜了 南争长也随意大小便了 说真的哈 这你跟他讲规则 他跟你讲特例 你这有什么办法 对吧 真的是 是讲道理还是蛮 跟有些人 讲道理还是蛮难的 因为其实我是经常 会跟人家讲的 我说 你们在国外稍微要说点规矩 虽然可能菲律宾本地人 也光榜了 也抽烟 对吧 工厂抽烟 可能也大声喧哗 可能也干这干那的 但是你们最好不要敢 为什么呢 这是人家的主场 人家的主场 人家怎么折腾 没什么事 但是你折腾 人家可有理由弄你 对吧 你特别如果万一 万一你们有些人在这常住 这个中非关系万一不好了 对吧 人家平时就看你不顺眼 我操 看你这就随机大小便 看你这光榜了 看你这就随便抽烟 看你打声喧哗 看你这乱扔垃圾 本来就不爽 现在官一不好 那先大刀片子看你 对吧 谁让你朝上讨厌呢 对吧 因为这不是你的主场 人家的主场 人家怎么折腾 怎么折腾 对吧 所以这东西 还是有一些 大家还是要收敛一点 对吧 有一些特别强大的逻辑 像这种小国 他驾驭不了 你也别跟他使 使他呢 双方都没面子 也不好 对吧 就跟他扯到这吧 再继续扯到飞鸣的事